小宝处抽减了市寿的奶嘴 结果13件当中有3件是不合格的 两件不耐热会均裂 另外一件是不耐煮会变色 小宝处就建议家长 在清洗奶嘴或是安抚奶嘴的时候 烫过就可以了 不需要煮沸5分钟 以免奶嘴因此融出了塑化剂 市寿奶嘴白白种 孩子每天喝奶都要用 但是消毒成了一个大问题 行政院小宝处抽测市寿奶嘴13件 进行耐热还有耐煮的实验 结果其中两件有裂痕的现象 而且裂得非常的严重 还有一件安抚奶嘴不耐煮会褪色 小宝处强调在清洗的时候 不必要放在煮沸的热水当中太久 煮5分钟其实没有必要 热水滚烫不要超过100度的热水 稍微烫一下 可是我们强烈不建议 就蒸煮几分钟以上这样的方式 因为这样子从实验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有一些品质 它是有瑕疵的 食药处表示奶嘴的清洁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清洗干净之后风干 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就算要杀菌 用100度的废水 稍微的烫一下就可 不必要煮太久 以免有毒物质溶出 对宝宝的健康更不好 记者陈时恋周莉莉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